中华料理 我是来自福建湖州的那个 我叫胡中华 做这个职业生涯 已经有将近三十年左右了 一直在从事这个米菜 中华料理 在日本我们也简称中华料理 这个餐厅我们现在新推的那个 新的菜单 现在是第三代菜单 我们在英语 出品的那个 有胡椒墙 还有一些那个 民菜传统的一些 那个料理 作为在川崎地区 应该还算是比较 新颖的一个 餐饮业台 今天想给大家 准备 三道 这个是蛋糟香螺片 这个螺片是用那个 日语叫仇盖 中国是叫香螺 首先在汤里面 我们加一点料酒 去腥 温度太高 我们还要加点水 温度太高 太高螺片就变得很老 好 稍微喝一下水就可以了 但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 我们加点冷水冲一下 不然 不然螺片就变得很老了 这是 这是烹制的过程 一个非常关键 干净的油 加入它的灵魂调味料 红椒制 给它用微火炒香 不能开大火 大火的就容易焦掉 调味料非常简单 放一点点盐 加点味精 白糖多来一点 够一点点芡 用大火给它翻炒均 好 请 叫蛋糟香螺片 曾经很多民菜大师 参与国宴 还有其他料理比赛 他们也都会做这道菜 这道菜它有个 有比较重要的几个技巧 一个螺处理刀工 它要切得比较薄 还有一个热处理 火候掌握 从下锅到起锅 速度它都需求比较快 因为这个螺比较薄 时间一烹饪 久了 它就会变成很硬 作为一个我们职业料理人 应该将我们中华的一些美食 带到日本来 将这些传承 一些食文化 分享给国际友人 然后我们尽力将这些料理做好 然后带给客人 一些好的美食等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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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